每次看到精致的小模型 都会对玩家的巧手非常地羡慕 这类小小的模型 一开始都是从一件件 普普通通的塑料零件开始 玩家在一步一步地构建自己的世界 模型玩具让人着迷的地方 就是从无到有 看着迷你版的模型 自己仿佛就有了掌握天地的能力 我们到日本去看看 一组备受当地人喜爱的玩具模型 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一切的乐趣就从打开盒子包装开始 看起来沉闷无比的灰色 以及一个个塑料片 为什么会让这么多模型爱好者 如痴如醉 来到这家模型专卖店 各式各样的模型都一应俱全 这股模型风潮 大约是在60年前在日本开始兴起 除了常见的交通工具模型 当地人还对同日本文化相关的模型 情有独钟 每年的模型展览 总是能够吸引不少精致作品参展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 满眼都是羡慕 既羡慕模型做得如此精致 也羡慕玩家精湛非凡的巧手 而在这些模型当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这一款机动战士高达 这原来是日本1979年开播以来 热潮始终不曾减退的动漫主角 这一出动画以多层次的故事铺陈 在日本爆红 还打破了机器人一成不变的故事情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 高达塑料模型的种类越来越多 还增加了玩家可以操控的零件 而制作模型的工厂 把工作空间和员工制服 弄得像是动漫里的场景一样 感觉上自己就是动漫里的一员 一起参与惊心动魄的宇宙战役 而设计师则是聚集在一起 讨论高达模型的设计细节 连小小的手指 也是设计师关注的要点 绝不马虎 要准确完成高达模型的每一个动作 就需要非常精细的计算 而最新推出的模型 除了颜色鲜艳 玩家甚至完全不需要粘贴 只要按照说明书 把每一个零件组装起来 就能够完成模型 非常的简单方便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制造模型的模具就非常重要 必须小心计算每一个部件的尺寸 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才能够满足玩家对于细节的苛刻要求